來觀看天氣狀況 連續夏前天氣會有些變化 首先來看到 到禮拜四之前 都還是個晴冷穩定的好天氣 白天溫度很高超過30度 所以紫外線指數也滿強的 提醒大家外出 不管你是在中部還是南部 甚至北部地區 記得做好防曬工作 因為在今天 太陽洛聯各地紫外線指數 依舊比較強勁 好 還有一切溫差滿明顯 因為白天大概到30度 但是清晨夜晚 溫度還是比較低一些 所以早出晚過來 還是請您記得多加進衣服 而至於說要關心的是 在今天禮拜二 禮拜三 禮拜四都是好天氣 但是到了週五 就會有明顯的變化要變天了 主要週五到時候會有封面南下 因此在整個迎封面的 北部東漫部地區 開始轉為猶豫的情形 而且雨勢不只在北部 中南部地區也有機會 而在禮拜五變天之後 到了中午開始 整個冷空氣帶下來 溫度也會明顯的往下降 好 來看到未來天液狀況 將會有一些變化 在禮拜四之前都是好天氣 但是到了禮拜五的時候 封面南下 轉為猶豫的情形 加上冷空氣來報導 而且冷空氣達到冷氣團的等級 所以在禮拜五之後 溫度下降到禮拜六 禮拜天的早上 好 這個時候 溫度都還是比較低的 不過比較濕冷的天氣 在禮拜五到禮拜六 雨就慢慢停了 因為封面離開了 不過真的等到整個天氣 回溫到禮拜天的白天 好 這個時候來看到 然後低溫下降14度 跟這幾天來比 這很明顯的溫度落差 所以提醒大家 零續假期 前面是穩定天氣 但是後頭就會變天了 特別時間點就在週五這一天 而至於說整個溫度變化 我們帶你來關心 我們可以看到 在今天明天 整個高溫的部分 都是有機會來到30 31度 但是很明顯的 到禮拜五的時候氣溫急降 到禮拜六的時候氣溫達到最低 低溫14度 高溫也只有19度 好 天氣又開始回到一個 是比較冷的天氣形態 到禮拜天之後 才會慢慢再回溫 所以在禮拜五 禮拜六 到禮拜天這段時間 留意一下天氣的變化 再來看到中南部地區 也是一樣 白天溫度還是滿高的 有機會來到30度 但是一樣到禮拜五的時候 低溫也會下降 低溫在16度左右 到禮拜六的時候 低溫14度左右 所以日夜溫差可以看到 相當明顯10度以上的日夜溫差 至於說在今天各地的天氣 我們帶你來關心 要出門的話 其實今天天氣還是滿不錯的 不管是要出去玩 還是要掃墓來看到 今天整個西半部地區 晴到多元天氣 高溫31度 尤其是大中午的時候 天氣真的很熱 據說整個東半部地區 雲亮有一些在東半部 零零新鮮降雨 但是也不太明顯 對活動沒有影響 同樣都還是穩定的天氣形態 溫度也是高的 外島的澎湖 金門 馬祖 都是晴到多元天氣 白天溫度也有機會來到27 8度 不過好天氣要留意的就是 空氣品質不太好了 空氣品質今天橘色提醒 包含了觀音湖口中部 雲家南 屏東大寮 可以看到中南部地區往南走 空氣品質不好 亮起了橘色的提醒 所以今天如果說你要外出的話 戴個口罩好一點 因為空氣品質不佳 再來看到氣象庭看廳 住門注意哪些事情 東雲道晴好天氣 今天還是一樣 但是連續假期會變天 週五這一天 封面報到這個時候 從溫暖天氣形態轉為濕冷天氣形態 會下雨 禮拜六 禮拜天 雨停了 但是溫度最低 下降14度 提醒大家 今天還要留意的 還有就是空氣品質不好 另外整個西半部地區 以及金馬地區 有一些低雲 有一些能見度 因此能見度也是比較差一些 所以不只空氣品質不理想 能見度也不是太理想 下次朋友多加留意